這禮拜的媽爹日常會是媽爹日常的最後一集 完美的八十集 我是華爸 妳好嗎? 在過去這一年半的時間裡面呢 我們每個禮拜拍日常做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去了很多地方 新加坡 喔 新加坡 然後還有飛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找你老鼠 是去哪裡? 美國 還有我們還有去巴 巴厘島 去泰 泰國 然後我們還有跟爸爸在家裡面做什麼? 實驗 做實驗 白白黏黏那個是什麼? 史萊 萊姆 妳真的都還記得 妳很厲害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真的是用快樂去陪伴孩子成長 這是我們一直想要拍影片的初衷 也是我們一直的核心理念 那隨著欣欣的年紀成長 她現在已經三歲半了 我們發現呢 她能夠跟我們一起做的事情也變得更多了 所以我們想要把我們現在能夠做的事情呢 把它再做一個更多 再做一個更細的分類跟調整 那會有哪些調整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總共規劃五條新的親子的節目線 第一個就是貢丸的系列 不是那個吃的貢丸 吃的貢丸 是一起玩 妳好吵喔 我們依然會做實驗 會做挑戰 會DIY 這些依然會是我們很想做的事情 那第二個系列呢 就是現在有沒有 我們出門旅遊這些東西 它會變成一個系列 不論是在國內或者是出國 或者是去到一些適合親子的場合 我們都會想要把它規劃成一個系列 體驗系列 可能會叫體驗 體驗 第三個系列是我們還沒有嘗試過的 就是我們想要把平常我們念那些繪本啊 或故事 一些很棒的內容 我們想要用我們的方式把它排出來 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全新的嘗試 我們也很期待 我們先賣一個關子 好 那第四個就是音樂的系列 音樂系列 我們已經開始在規劃 接下來也會固定的在YouTube的上面 跟大家見面 那最後一個系列就是教養 因為如果我們有一些 我們想要分享 我們覺得很棒的價值觀 我們也會跟大家聊這個東西 這禮拜的媽的夜場 會是媽的夜場的最後一集 我們會暫時消失兩個禮拜的時間 這些節目目前都已經在規劃跟製作當中 緊鑼密鼓 那預計呢 這個頻道 我們會在六月中的時候 發布我們新系列的第一次影片 希望你們跟我們一樣 非常期待這整個頻道新的轉變 到時候詳細的發片日期跟時間 我們會再公布給大家知道 耶 你要說敬請期待喔 敬請期待喔 嘿嘿嘿 好 那我們就兩個禮拜後見囉 掰掰 掰掰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可以лом範圍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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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